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银行实务 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探讨这个十二奖 就是说银行的换款跟不良的换款 那么有关这一奖当中 当然最主要是给同学探讨说 因为银行它是以经营货币为主 一个特殊性的一个企业 那么换款变成银行很重要的一个利润来源 但是在换款的过程当中 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导致换款的风险跟造成不良的换款 所以我们要给同学了解说 银行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面临换款的风险 以及面对不良的换款 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如此它要办法确保银行的债钱 保护存款者这个利益 所以本讲的这个重点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了解换款风险来源 第二个了解不良换款的形成 第三个了解催收过程为何 那么透过这三个单元的介绍 那么银行大概就可以了解说 到底银行的换款是怎么样的形成 那么以及面对这种换款的风险 银行怎么去处理 进而才有办法使银行的经营 在稳健的基础之上来带动经济的发展 以任何一个国家金融产内的稳定 才有办法协助经济的发展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换款的风险 那么换款风险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 那么换款的风险就是说银行在贷放的过程当中 那么可能损失的一般所讲的风险 如果银行在贷放的过程当中 可能造成损失的风险程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里面有几个观念 顺便给同学分享一下 那么换款风险当中有换款风险 换款损失跟风险的换款 这三个观念是不一样的 刚才给同学报告过了 换款风险是代换过程当中 可能损失的一种风险 那么换款损失它已经产生了 它已经很现实的 它已经具有现实性 因为它损失已经形成的 那么这一说风险换款 也是告诉同学 风险换款就是说 你在代换过程当中 你的风险很高 你的损失的机率很大 当然是比换款风险更大 如此的给同学做一个奇别 给银行做一个奇别 当你在决定受信户时 你也必须针对这三种方式 如果说这个借款户 它是面临的是一般肯发现的 换款风险 你还是可以考量 如果它会造成换款的损失 或风险的换款 你就必须要谨慎的征信 做好风险的管理 所以这个定义最佳提升 银行专利跟经验的判断层次 并做好风险总量的控管 因为银行的钱都来自于客户的存款 保护客户的利益 是银行义不容辞的责任 也就是它必须善尽的忠实的义务 那么再讲第二个之后 换款风险的来源以理由 那么换款风险这个来源 以原因当中我们首先先说换款风险来源 那么通常银行换款风险大概有三个 一个是借款人的风险 一个是银行决策的风险 一个是经营环境的风险 那么借款的风险通常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自然因素的不确定风险 像天灾 水灾 风灾 像这是泰国的灾难 你看全国三支的面积 深受大水的侵袭有六个月 你看看 所以这个所造成的风险 当你就没有办法去承担 你的债务的利益 第二个可能是政府 政策或政治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说为什么政治的安定 政策的稳定 也会造成厂商的 有没有能力去偿窝 这个借款的很重要因素 所以一个好的国家 你的政治一定安定 政策要稳定 你的产业政策为何 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你才有办法看到 企业的成功 也才有办法看到经济的进步 进而获得社会的一般所讲和谐 跟国家的互强 那么第三个是来自于 这个一般所讲的 就是我们所讲的经营 就是一般所讲的经营策略不确定 让有些厂商 他的信用的过度扩张 那么技术创新的面临瓶颈 以及整个策略的施档等等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所造成的风险 那么至于说 一般的银行决策的风险 这可能各位同意的实践未及 很多换款风险是 你银行决策产生失误 因为银行也有银行的换款的决策 那么银行可能为了追求业绩 当你在加强消费金融时 你可能对一些信用比较差的 这个消费者来帮你换款 或说企业金融时 你可能对那些信用比较差的 这个企业给融资 或是说你没有用专利 来拴减你的客户 因为你追求业务量的成长 而忘掉纸的一个控管 叫做银行解决风险 那么经营环境风险 是大环境所形成的 像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欧债危机 以及未来整个大环境影响 像现在天后的异常等等 这些也都会造成未来 未来很大的变化 当然银行面对这些变化 要怎么去控管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再讲说 换款风险的一个原因 那么换款风险的原因 通常有这个一般所讲的八个 第一个也就一般所讲的信用的风险 第二个一般所讲的利率的风险 第三个是流动性的风险 第四个是一般所讲资本的风险 第五个经营的风险 第六个国家风险 第七个法律的风险 第八个商议的风险 那么很快给同学了解 当然信用的风险 各位同学都会很清楚 因为它到期再不能理解这个风险 唯一的 因为坦白讲 银行面对科务 也有知识性不对称 造成道德的风险 也就是银行再怎么评估 也不可能说这么的准确 所以它的专业跟经验 非常的重要 那么第二个利率的风险 当然利率是相对的 利率高跟低 各有所影响 像现在有些人在提议说 哎呀我们的存在利率太低了 希望能够提高 问题是说你在这个提高过程当中 你达到了有助于金融业的一个利润的确保 但是你忘掉消费者跟投资者的风险 你的利率高成本就高了 所以政府在采取这个利率的决策时 不但要富民 但是也必须考虑要庶民的感受 很多政策坦白讲 忘掉庶民 因为庶民的声音比较少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是要追求公平正义 我想公平正义有在政府 对这方面一个控管 那么第三个是流动性风险 当然是现金控管的风险 再来是资本的风险 资本风险是使资本太低 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风险 没有办法承担 还有经营的风险 当你策略的策略 策略这个策略所造成这个风险 另外还有国家风险 说政治像现在欧债危机都是的 还有法律的风险 像现在2011年 一般负债只还 但是2011年以后的 明法已经修订了 负债只不还 那营兰风险就增加 还有一个商议的风险 做一些有的没有的商品 给消责忽媚感觉等等 好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么再给各位同学探考之后 风险管理的概念 因为一般在整个营兰换款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了解 营兰从待放管理 管理监控 还有一般说回收 回收 以及不良换款的 一系列的关系当中 当然首先我们要先确定风险的来源 所以换款风险的这个分类就是营兰对这个换款 比如说塑性的风险程度高低 来对这个换款的这个质量 做一个平价的分类标准 那么这种分类最主要精神 是给营兰人了解 哪类的风险很大 你要去理解 所以在实务上 或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规范 通常目前有五种分类 第一种分类是一般所讲的正常换款 所以第一列换款 这个是一般本息都可以如期缴 第二个是一般所讲的应以注意的换款 第二列换款 这类的它有潜在风险 不发生 那么它还是会照常支付本息 第三类的就有问题了 渴望收回换款是第三类 那么这一类的它的潜在风险 风险已经发生了 你在这个拍卖业单把务 还是会这样损失 只是比较少而已 第四类收回困难的换款 那么收回困难换款 就是说它这个换款 本金已经很难回收了 一定有损失 损失也是蛮大的 那么第五类已经解放了 收回无望的换款 第五类 所以第五类坦白讲 已经收回困难的 可能会变成呆账 不过的话讲起来 虽然说变成呆账不是我们放弃 我们还是要继续去追求 所以这五类当中坦白讲 一般我们都把第二类加第三类加第五类 就是说从第三类加第四类加第五类的换款的总额 我们都把它列为不良换款 所以一般书上你看包装杂志 我们所讲的不良换款 也就一般所讲的这三类 从第三类开始 所以一般所讲说收回 这个有困难的这些的换项 都把它换为这一般所讲的不良换款 那么再讲第二关说不良换款 那么不良换款的意义 以及不良换款的这个种类 我们给同学讲一下 那么不良换款意义就是给同学 也就讲一般所谓MPL Non-Performing Nones 所未理约的贷款 我们一般讲成这个不良换款 所以在定义上 我们是这样定义的 就是说银行的这个换款 成对的保证 或者说票据的贴线 或是外汇受信 以借清长期 或还没有借清长期 但是已经发生借款是没有偿还的 我们都把它列入不良换款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 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定义就是说 它的本金以借清长期的三个月 或是说中长期的分期付款 以借清长期的三个月 或是说你的本金还没有到期 但是你的利息已经持交六个月的 我们都把它列为这个不良换款 那么不良换款的种类 一般有这个四种 那么首先一般所讲 我们所讲的义取的换款 那么这个义取换款 一般所讲的 当然在衡量的义取换款当中有三个比例 就是义换比例 就是义取换款除以换款总额的百分比 当然义换比例是越低越好 这应该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我们的衡量是说换款覆盖率 因为每一笔换款都有风险 所以我们都必须提类 背离这个呆账 就准备这些坏账的一个冲销 除以义取换款的这个总额 那么换款覆盖率越高了 表示说银行的售信品质比较安全 表示说它每一笔换款 它就有办法针对它的风险 提类 提类就是说比较丰富的 比较充足的呆账 那么第三个也就是一般所讲的换款可能损失利 那么换款可能损失了 除以各项准备种的这个比例 当然这个比例是越低越好 那么有关于这个义取换款 我们再衡量用这三种 不过在定义上同学要了解 义取换款我们一般在实物上的定义 就是说你已经超过你的清长期 你都没有办法偿还的这些换款或其他作性 不过我们在实物上的银行 每个月都要承报这个一级换款的这个金额 那么我们的陈列的 这个一般所讲的规范是这样 你的这个短级换款 你已经超过你的清长期的三个月 或是说中长期换款 你已经超过 你分级付款嘛 超过应该偿还的六个月 或是说你的本金已经这个还没有到期 但是你的利息已经超过三个月 那么这部分你都要即使向总行来报告 因为总行才有帮手知道说 我们这个银行到底我们的预取换款有多少 那么给总行有充益的时间 按照这个法律上的规范 来确保银行的这个债钱 那么预取换款进一步动作 就是一般所讲的一期 就是一般所讲的催收款 那么催收款的原则上是这样 一期换款超过六个月以后 你就必须的转入这个催收 也就是因为一般银行 都有专门的催收人员 因为催收涉及很多法律的城市的认知 必须依法 才能保护我们这个债钱 所以催收这个款当中 一般所讲的我们超过六个月 所以你的一期换款超过六个月 你就应该转入这个议期的换款 另外第三个呆账 这个呆账就是说 你的这个债钱的这个钱部 就是说坦白讲 就是你的债钱部或一部 确定没有办法收回的 或是说你的单把务 你要去拍卖也没有什么价钱 或是说你的单把务 根本都没有人这个愿意去购买 或是说你的一期换款 已经超过两年了 那么坦白讲 这个大概要回说有真的有困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都要把它作为这个呆账 所以通常发生呆账时的银行 必须用它的背底的呆账 如果是保证的话 用它保证责任这个准备来冲销 如果不过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它变成 一般所讲当年度的这个损失 所以坦白讲 银行对有关这个预期换款 还有催缩款跟这个呆账 它都有一定程序的这个控管 但平行来讲 以银行的作业的严谨 发生这个问题 我们都要很谨慎 那么再来第四个是属于说 一般延期这个长期换款 这个延期长期换款是这样 不管是短期换款 或中长期分期换款 你超过三个月的 一般我们都把它让延期 这个贷款的这个项目 但这个延期只是说 它因为经某些状况的这个影响 但是它的业务账还算正常 可能某些因素消除的排除了 它可能会会不会正常 所以给它一个延期 就像刚才所讲 疫情换款当中 如果经过法院 通过重整 或是经过协议和解 那么通常我们可以把它列为 这个延期的一种 这个换款的一个项目里面 所以以上是给给同学说 你就可以很清楚了解说 营兰在整个换款过程当中 因为不一定会有换款的风险 换款风险一定会造成不良换款 不良换款一段时间 一定会变成催收 催收一段时间不能解变呆脏 当然营兰最怕的是 有呆脏的一个形成 所以给同学稍微理解一下 先休息一下 那么照我们再进步给同学探讨 有关这个不良换款的 种类当然有四种 疫情换款 催收款 呆脏 还有一个延期偿还的换款 另外我们不良换款是形成 实际上大概五个现象 像第一个说 你的借款已经到期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偿还 第二个你的成对 成对已经借清长期了 你也没有偿还 第三个你的保证已经借满了 你没有消除这个保证 第四个像一般的信用状 集取信用状 你的单纪后已经到达了 营兰通知你十五天内 你都没有来数单 或是说货物还没有到达 三十天后你都没有来数单 或是远期信用账 你要成对到期日到了 你也没有来兑现等等 这些都是以不良换款 那么第五个换款虽然说 还没有借起 就是说因为营兰是一企业的 没有到期日你不必成管 但是债务人已经没有办了 护这个责任的了 这时候我们说不良换款 就已经形成了 所以它有这五种理由 那么再我们讲第四个 不良换款的辅导 那么不良换款的辅导 是每一个国家 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得正 当然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继续把你吹考 也就是坦白讲 营兰的钱都来自于客户的存款 为了确保客户的存款 当然营兰也必须 善计它的这个执展 那么通常营兰会评估 如果说这个借款户 营兰还算正常 业务还算蛮有将来性的 那营兰可以说 真体这个借款户的 可靠的交易性的票计 或是真体担保物 那么给必要的延期跟辅导 因为站在银行的 在商员商 当然你也必须要考虑到 客户的经营的困境 因为银行最重要的功能 是在帮助产力发展 我常常讲过产力发展 才有办法创造就位机会 有就位机会的 才能够使社会安定 这也是政府一不忠实的责任 银行的特殊性 也是在于说 你好好去帮助社会产力 使它有发展的空间 我们才有办法创造 更多的就位机会 所以说这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再来我们看 这个第一个第三个观念 不良换款应财的措施 那么不良换款应财措施 有两种方式 我想任何一个观念 我们都要了解一下说 有两个措施 第一个 要性质反应不良换款案件 向总行来反应 第二个呢 你要依法采取保全措施 那么在实际上有六个方式 第一个 你要迅速地发出吹告函 确保我们的法定的程序 第二个呢 你要依法扩抵或抵消 益齐户的存款 假定有存款 先把它扩掉 第三个 第三个 你要详查益齐户的相关资讯 再评估 专业评估 第四个 那么你要益齐户财产保全 避免它脱产 脱产 那么这个第六个 一般所讲的益齐文件的移转 这是第五个 益齐文件的移转 那么第六个 信保基金的含算 因为有些客户 他一般所讲 我们都有像信保基金 信保基金也是对中小系 一个融资的保证 给银行增加融资的意愿 如果这个规定 我们一定要依法 赶快含送信保基金 如果你没有在它规定的时间内 时效内来含送时 你就丧失这样一个潜力 所以你银行做事还是要谨慎 该保全该准备你都要做 你不能说有所散失 当然压力不会说很大 因为一般座位都差不多 而且银行基于专业的考量 通常受信有受信的专门人员 催收有催收专门人员 因为这些也才有办法 针对它的经验跟专业 以及具备一些基本法律素养 来确保银行的这个债钱 那么再来第四个催收的过程 那么催收过程有三个 第一个催收权的准备 因为你既然催收 你一定要把相关的文件要备妥 要评估 要判断 否则法律要件的不浅 那么你可能上市法律的责任 就像对保 对保一定要有当事人的签字 否则他说到此说这个根本没有 你一个小小缓解的 你可能就上市法律上一个保护 那么第二个的债钱的保钱程序 一般债钱保钱程序 是分有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有一个 肃钱的一种通知 第二个是一个肃钱的催告 那么肃钱的通知是这样 你在这个到期前七天 你应该通知这个主债务人 到期后的七天 你要通知前提的债务人 并做第一次的催告 然后一般所讲的这个肃钱的催告 你超过二十天了 超过二十天了 你就必须赶快发出催告函 并做出第二次的催告 然后超过三十天 你就要激发纯正信函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 确保你的法定的要项 那么第二个阶段 不管如何到期后 比如说已借清长期的三个月 你都没有偿还 你就不要再考虑 你一定要依法述罪 比如说要拥有你这个一般所谓的 执写法定的执写名义 你就依法要输写 你就要采取法律的这个行动 那么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当然各位同学 我们就应该可以讲 要强制的执行 拍卖他的这个单宝物 或是说帮你甲扣押 避免他这个偷产 以及这个甲抵押 避免他地上物 来变动 影响到未来我们债钱的清场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因为甲扣押跟甲除分 如果你不弄的话 因为现在人也是蛮艰巧的 在适当的一般所讲的时机当中 如果稍微一个闪失 他可能就会做出违反 伤害 营养债钱这个行为 所以我们堂长想要 为什么说我们营养的呆账 这么的多 真的 这些在座位上 应该会有一些人为瑕疵在里面 或者你借钱 你看不反都麻烦 人家借钱不反都好像蛮轻松的 而且可以转换一个名字就可以 也是蛮奇怪的 蛮奇怪的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上坦白讲的 问题大家都知道了 只是因为没有良心 没有执行的破例跟效率而已 再来看第三个 那么第三个也就一般时候讲 这个一般催收值 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要掌握法定的追收时项 像本票三年 那么一般的这个 本金借记 十五年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时效上 来采取法律的行动 当然只是没有受法律保障 不过再来还是存在的 第二个 一般时候讲这个 法定时效内提示票计 像一般本票会不要 到期后两日念 支票七日念 你要提示 那么第三个 你一般是掌握货物的处分难力 这是属于说开发引起 新闻状很多货物到达的 因为它没有来赎单 那么这个货物你怎么去处理 因为一般单机还没有赎单时 货物的时候 前面都是在开装银行 那么第四个 也在一般时候讲的 你要掌握抵押品的拍卖行形 我觉得像抵押品有些说 因为像抵押品有第一四分位 第二四分位 可能是在别家银行 或别家的债主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要随时注意到拍卖行形 因为我们可以参与来分配 如果你不了解 可能人家都分配完了 你都没有不一定 那么第五个 一般时候讲的 我们必须强化债钱的追加设定理压 当然如果说发生危机 我想它还没有太多的债钱 可以足以你设定 不过一些比较 因为环境市场变化 一时发生这些危机 当然它也愿意再提供这种理压 给你在设定也不错 那么再来 我们就一般所讲的 注意这个动产单保物的处分难力 动产是指机器设备 我们一定要保护它良好的这个状况 我们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来拍卖到好价钱 再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般所 尽速处分这个质押品 那么再来我们最后一个是说 一般所提出不必保田建立 就是说你如果经过总统法定生讯 可能你支出的成本比你回收更多 这时候可以向总行建立 不必采取这种措施 大家一定要经过总行同意才可以 所以以上是有关这个换款风险 跟不良换款一些原因 跟保护债钱的这个措施的一个做法 给同学做一个探考跟分享 因为时间关系 那我们本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